哈啰 大家好 我是德國拉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是關於房地產與投資理財的內容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開啟小鈴鐺掌握即時商品通知就不會錯過囉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像我一樣是20多歲的年輕人 我們很常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每個月都是月光族 很常是因為自己的自治力不夠 看到了許多促銷誘惑 腦波一落就買了非必要的東西 不過這種人至少是還有享受到購物的樂趣喔 另一種是你明明覺得自己沒有買什麼東西 但是賺的錢到了月底還是存不太下來 自己對物語已經很節制了 為什麼錢還是不見呢 這種就更慘啦 除了沒有剩餘的錢可以存之外 還沒有享受到花錢的樂趣喔 今天的影片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1 2 3 4個理財觀念 透過這些觀念可以讓你的每筆花費變得更不浪費 進而提高自己的存錢效率喔 俗話說三思而後行 在理財世界裡面也是通用的喔 第一個理財觀念就是三思而後買 就是非必要的花費不要當下決定 等兩三天後再決定是否購買 現在很多的網路廣告 為了把文案曝光到你的面前 廠商已經不知道燒了多少的廣告費 他們當然希望能夠馬上帶來電單的轉換 所以在文案上都會嘗試寫出馬上購買想各種優惠 比如說是限時24小時購買想六折優惠 又或者是很多賣課程的教育單位 去聽完講做後一定會主打當下報名 限審好幾萬之類的超優惠學費 讓你當下覺得不買不行啊 但是你隔一個禮拜再去問啊 就會發現欸 價格還是一樣優惠耶 所以對於這種強迫當下購買才有優惠的商品 建議你先理性判斷購買的急迫性 但是啊大部分在面對這種推銷的時候都是不理性的 所以最好的辦法呢 就是先問自己是這個東西 沒有買會死嗎 是生活必須嗎 如果答案都是NO的話 那麼就請你三四的後買 先把商品優惠記下來 讓自己想個一兩天 我想很多人這個時候就會開始問啦 一兩天後可能自己都忘記這個優惠了呢 那不是很好嗎 時間已經證明了一切 這麼不重要的東西 它就是你的非必要開銷 不然啊就是在後來思考了一兩天 當下因為被廣告行銷刺激 而掩蓋了很多盲點 你就出來囉 比如說你當時看到氣炸鍋五折 但是事後你才發現 你平常工作就是早出晚歸啊 根本沒有時間在家吃飯 那都只是廠商為人想營造出 消費者心中的幻想而已 幻想自己煮一頓好吃的晚餐是 多麼溫馨的事啊 當下你就算知道 平常上班都沒有時間用到氣炸鍋 在這個行銷策略的引導下 你還是會自圓其說的覺得 總有一天假日可以煮 但是隔天冷靜下來後 才發現假日你只想好好耍廢 第二個理財觀念是 小兒支出斷捨離 斷絕不需要的東西 捨棄多餘的廢物 脫離對物品的執著 這是近年來很流行的一種思維 在理財的觀念裡面 一樣也很適用喔 首先是斷 我們要克制自己 避免受到外在事物的誘惑 網路上看到購物廣告的 壓裝都沒看到 沒事也不要點進去喔 因為只要你一點進去 演算法就會判斷 你對這種類型的廣告有興趣 接下來啊 你就會被死殘爛打好幾天 開始更多的購物優惠出現在你的面前 有沒有遇過一種情況 你可能今天看了一件衣服 後來啊連續好幾天 這件衣服就出現在網頁的各個角落 想要誘惑你來下單 很多人常常會因此 就失手買了下去呢 再來是捨的部分 我們要來盤點一下 每個月的小額扣款裡面 有哪些是根本不需要的 像是說買遊戲點數啊 或者是說 某個已經漲灰塵的APP訂閱費用 很常會有的是影集APP 可能是你為了看某個劇而訂閱的 但是看完後你就忘記取消 有可能是因為罪惡感而訂閱的 健身APP 幻想訂閱後 每天就可以按表操課 做好身體的鍛鍊 但是啊其實訂閱只是定心安的 又或者是把理財做不好 歸咎於記帳工具太爛 於是訂閱了一個記帳APP 但是記了一兩個月後就無疾而終 這些小兒支出一年下來 其實也是一筆費用喔 所以趁這個機會把該捨的捨掉吧 最後離的部分是什麼呢 我會解釋成脫離自己的壞習慣 比如說是電影必看手印場的人啊 一個月下來可能就花了一兩千在看電影 如果不太需要聲光效果的電影 稍微忍耐一下啦 看二輪片啊或是等網路上片再看 會省很多喔 再來是喝咖啡的習慣 很多人啊非星巴克不喝 不一定是覺得星巴克很好喝 而是他們喝的不是咖啡 喝的是一種品味 這種看似很有格調的習慣 放入理財的觀念中 這就只是一個壞習慣而已喔 其他啊像是每天一杯手搖飲料 也是很值得脫離的壞習慣 不喝手搖飲料可能很困難 但是改成一個禮拜一到兩杯 應該就比較容易實踐吧 小兒支出斷舌離 是我們很容易忽略的 但是對我們存存效率卻是影響很大喔 這也是為什麼有些人即使物欲不高 不會亂買東西 還是存不到錢呢 因為啊小兒支出積少成多 金額也是很可觀的喔 第三個理財觀念是將消費金額 轉換成工作時間成本 這個思考模式我個人是覺得蠻有用的喔 而且針對金額比較大的花費 是可以具體化的 讓自己感受到這個消費金額的重量 為什麼會說重量呢 因為利用這個想法 就可以看成是用多少的勞動力 換取這個東西 也就是我們拿出一套屬於自己的度量痕 每買一個東西的時候 就轉換成屬於我們自己的壁別 比如說你聽到以下幾個敘述 在台灣吃飯一餐300元台幣 日本一餐1000日幣 英國一餐10磅 哪個比較有sense呢 台幣吧 因為我們很常在使用啊 所以可以馬上判斷出 是不是合理的價格 除非啊你是長期生活在日本或英國 不然使用我們不熟悉的壁別其實是非常不直觀的喔 那麼回到我前面說的 轉換成工作時間成本的道理 也是一樣的喔 這裡並不是說你對台幣不熟 而是指對錢的價值不夠敏感 那麼要怎麼做才能提高敏感度呢 就是轉換成工作時間成本 因為工作通常是需要付出我們的勞動力 身體的付出是我們自己最有感的 如果你看到電視廣告推出一台很厲害的按摩椅 但是用這樣的觀念轉換之後 你卻發現這要你不吃不喝半年的全部薪水 可能啊你就會裝作我沒看到這個廣告 而是改成一個月花個八百一千去做個全身指壓就很舒服啦 根本不需要一台按摩椅 或是年底又出了新iPhone 假設你月薪是五萬的話 那你就需要為了這支手機多工作一個月 如果啊手機是到非換不可的地步 那我覺得就換吧 不然沒有手機可以使用啊 或者是手機爆炸所帶來的影響應該會更嚴重喔 除此之外 因為換而換的行為 對於理財的本質來說是不太有意義的 這個轉換成工作時間成本的概念 可以讓你的錢更能花在刀口上喔 這個世界很多東西本來就是不公平的 但是我們要記住 唯一公平的是 我們每個人的時間都是一樣的 與其你浪費那一個月的時間來換新手機 不如把那些錢存起來 增加自己未來投資的能力 第四個理財觀念是制定目標 關於制定目標的重要性 這裡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有一個人想要挑戰游泳 橫跨30公里到對面的小島上 挑戰當天早晨起了濃霧 海水又動了他身體發麻 即使如此啊他還是努力的向前游 15個小時過後 他覺得又累又動 知道自己快要撐不住了 於是他請了將他拉上船 上船後呢他才被告知 其實啊他離小島只剩下半公里不到的距離 以他能力堅持遊玩絕對不是問題 令他半途而廢的不是疲勞 也不是寒冷 而是他在濃霧中看不到目標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看得見的目標才能激勵我們去追逐他 讓我們形成動力獲得最終想要的結果 所以啊很多人對於理財總是無法持之以恆 就是因為缺乏目標 我們可以設立一些明確的目標 比如說是你存錢是為了買車子買房子 或者是想要在幾歲前退休 有了目標後就可以知道 依照你目前的程度距離目標還差多遠 還要再付出多少的努力 最後來快速回顧一下 在消費前只要再多思考幾天 我們都可以輕鬆避免非必要花費 找出不需要的小兒支出 你就可以加速存錢效率 以自己勞動成本來衡量價格 你就比較會把錢花在刀口上 最後呢是列出你的目標並勇往直前 你就不容易半途而廢貨一直在繞遠路喔 以上四個觀念 希望可以幫助你每個月多存60% 讓我們徹底擺脫月光族吧 今天影片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 通常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如果這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就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掰掰